谭徉 Chairman 靓礼 農民和尚 沙迦正空上师 十六四大宝法王卡玛巴 图灯大吉上师 敬礼父母主尊 千手千元观世音符章 敬礼法身观世音符章 暴身观世音符章 应身观世音符章 敬礼白衣观世音符章 师母各位上师 教授师法师 讲师助教 唐主 各位同盟 还有网路上的同盟 大家吉祥 今天我们是做 我这个千手千元观世音符章的父母 那刚刚我要截手印的时候 他突然之间就冲过来 我手印都还没有截这个 还没有开始这个发动这个手印 就已经冲过来 冲过来就是合一了 那合一的话 就由他合一 我本来是想要很挣扎的 挣扎了我要截手印 我开始要截手印 开始要笔画手印 怎么他突然之间 这个刺系颠倒 他先合一 以后我才做做所印 不过持续颠倒也是对的 这个在外国呢 先喝汤 然后再吃饭 我们中国是先吃饭 再喝汤 都是一样饱 所以这个是一样的 也不用这个特别的 只是他突然间下降 一下降 那就由他下降 刺系颠倒 是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做的 刺系颠倒 我们本来是先做手印 然后再请他下降 他是先下降 然后我再做手印 也没有关系啦 总之 那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是有下降 谢谢 我们希望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因为他的 有一千只手 每一个手的掌心都有眼 那么他的这个法力啊 非常的强 他的眼睛呢 一千只眼 可以看到众生 一千只手 就可以帮助众生 希望这个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神是瑕疵 慈悲六到众生 大事如意保诸法 这个法呢 是在密教结魔法里面 是吧 在密教结魔法里面的 所以你们要修法的话 要先步谈 那么 那个步谈呢 是白衣观世音菩萨 也就是穿白衣的观世音菩萨 他的这个右手啊 是拿着宝珠 右手拿宝珠 左手是一焉印 左手一焉印 右手拿宝珠 左手一焉印 一焉印是这样子 我给你 就这个样子 一焉 拿宝珠 手是拿着一个宝珠的 他的手印啊 是莲花合掌 莲花合掌的印 莲花合掌 也就是这个 莲花合掌 这个观想是白衣大士的头顶莲花漫 这观世音菩萨他本身的头发结起来像莲花一样的 身呢 他是白色的宝珠的宝珠的天衣 然后观想他的如意宝珠跟一焉印要想念的非常清楚 观想如意宝珠放一道强烈的防色的光 射入自己的莲花合掌 掌心中 自己的手印上面画出一颗黄色的如意宝珠 在由这个黄色的宝珠当中啊 变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然后持白衣大士神咒 是要做观想 观想就是 你的这个莲花合掌 观想白衣观世音菩萨如意宝珠 那个宝珠啊 放白色的光到你的掌心 变成如意宝珠 你的所掌就有如意宝珠 再把这个如意宝珠呢 再观想成为你要的东西 你想买一栋房子 它就变现一栋房子 在这个莲花合掌的掌心之中 你想要什么 它就变什么 你就变什么啦 不是它变什么 你观想它变什么 出来 房子就是房子 车子就是车子 你的男朋友就是你的男朋友 你的女朋友就是你的女朋友 你要这个人的病 这个人你就把他观想 从床上给他站起来 在病床上给他站起来 还打太极拳 表示他的身体已经好了 这个身体健康 如果是往生祈求超度的 你就观想这个人乘坐莲花 一直往上到天上去 这就是一个超度的法 那习栽也可以习栽 争议也可以降伏敬爱 你这个降伏呢 怎么降伏呢 把你的燕笛观想来 那么他在莲花的中心 那么由观世音菩萨放光照他 他这个你的燕笛就越变越小 越变越小 越变越小 终于消失掉 那么你的燕笛他就退散 就走 这个都是观想的方法 这个咒语非常的长 白衣大士如意宝珠法的咒语 非常的长 你们看着这个咒语 不会念了再来请教 我现在不念了 我现在不念 总之你们如果不会念了 再来请教好了 那么今天刚好是观世音菩萨的圣诞 我在这个修附魔的时候也念 恭贺观世音菩萨圣诞千秋 香烟不断 香烟不是我们那个抽烟的香烟 表示我们擦的这个香烟 永远都在恭敬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是以慈悲啊 以慈悲为主 也就是以方便慈悲为主的菩萨 那么他在这个 他跟我们众生非常的有缘 跟我们所有的 沙佛世界的众生非常的有缘 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嘛 以前 这个信佛的家庭 家家共的都是观世音菩萨 家家共的都是观音 所以家家观音 父父弥陀 阿弥陀佛 家家观音 父弥陀 可见观世音菩萨 跟我们众生的缘分 非常的重 那么 那为什么大势至菩萨很少人供奉 这种是西方三圣 大部分是家家观音 户户弥陀 大势至菩萨不一样 因为大势至菩萨是得大势菩萨 他有大威潜力 但是大家都喜欢这个比较慈悲的 希望观音菩萨能够加持大家 得大势菩萨其实也要念大势至菩萨 因为他本身的法力非常的高 他同样都是阿弥陀佛的使者 那我们看西方三圣 中央是阿弥陀佛 那么在右手边是观音菩萨 他持着净凭 在这个左手边 他是拿着莲花的大势至菩萨 我们平时念佛的时候 也要念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观音菩萨 南无大势至菩萨 这样比较好一点 因为在三尊当中 阿弥陀佛象征着净土 他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 观音菩萨象征着慈悲方便 大势至菩萨象征着智慧 严满 各有各的这个象征 所以我们也不能说 我们只要观音菩萨的慈悲 不要大势至菩萨的智慧 其实都要念的西方三圣 我们大势至菩萨也要念 我们每一次念西方三圣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观音菩萨 南无大势至菩萨 都要念 这样子到时候西方三圣 来接云你的时候 不要只剩下两尊来 因为你都不念大势至菩萨 大势至菩萨干脆他就不现身 西方三圣只来两尊 那个莲花都有点偏偏的这样 平静一点 大势至菩萨还是要念 我讲一点这个喜金刚吧 讲一点喜金刚 喜金刚的第八章 是双生的秘密 双生的秘密 我们都知道 每一个人都知道 密教本身有双生的佛 那么外面的人就认为 这个很奇怪 怎么会有双生的佛呢 佛本身不是很清净吗 为什么有双生的呢 那么他们就称他为欢喜佛 欢喜佛 欢喜也是好事 给人家反省 不要给人家痛苦 那么我好像上上个礼拜也讲到这个 一时的快乐 一时的快乐 就是永恒的悲哀 一时的快乐就是永恒的悲哀 这个快乐跟悲哀好像结在一起 那么欢喜呢 跟痛苦 也是一样结在一起 都是连结的 那事实上在佛教里面 有很多的 这个所谓的双印 我们晓得 他的密教里面 像看我们看密教 密教的佛像有双生 我们不能以这个双生 就代表世俗的双生 不是 而是他有更深的意义在里面 更深的意义呢 就是方便跟智慧的双印 其实也就是慈悲跟智慧的双印 我昨天晚上不是跟大家讲的 这个慈悲跟智慧嘛 方便跟智慧 那个是必须要综合的 你慈悲 不能够随便 因为慈悲啊 有时候会变成随便 那么慈悲必须要有智慧 智慧跟慈悲啊 是互相在应用的 互相应用 互相融合 互相合一 那么双生法 双生的密叫双生的佛相 就表示慈悲跟智慧合一 他的密意是这样子的 我们不能只是重视 有形的世界 也不能完全偏向无形的世界 所以这个也是双印的 有跟空是合一的 《心经》里面讲了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这个色字啊 并不是讲难拟的色 难拟这个色 这个色字是代表 有形的物质世界 叫做色世界 跟无形的空世界 二则 有跟空是双印 所以双生佛相 代表有跟空双印 有跟空双印 这个有是有什么 在密教可以讲是 乐跟空双印 快乐跟空是双印 是双印 有就是入世 入世 我们现在在沙佛世界 就是入世 就是我们离开沙佛世界 到佛国 甚至于成佛 这个是入世跟出世 是双印的 是双印的 像我们 协伯的人 要有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慈悲 要有出离心 出离心就是什么 就是智慧 那么入世 就是一种方便 就是一种方便 慈悲 出世 就是一种知慧 是一种空 所以我们现在 写佛不能讲说 我只求出世 不管世间的一切 不能够 所以我们入世跟出世 要互相的融合双印 《心经》里面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也就是双印 这个所谓双生佛 代表着佛父 及佛母的双印 佛父跟佛母的双印 你知道密教的经典 有两种经典 非常的清楚 有的是属于父系的 父系 不是台湾话的 父系 父亲的父 系 是继系的系 系就是代表经典 属于父系的经典 所谓母系的经典 什么是父系的经典呢 偏重于慈悲方便 就是父系的经典 偏重于智慧跟空的 就叫做母系的经典 那么这个也是双印的 这个也是双印的 在密教的经典里面 经常有所谓的父系跟母系 有分开来讲 也有在一本经典里面 有所谓慈悲方便 跟他的智慧空性合起来 这个是代表 佛父及佛母的双印 那个双生相是这样子相生的 象征的 是一种秘密 这个是不能够偏的 这里有人写了一个笑话过来 那么你要听清楚 这个必须要严满 严满 不能够不严满 他是讲这个假对乙说 一个假对他的朋友讲 昨天我跟那个Alice 这个求爱 求爱在他的窗子底下 唱歌给他听 像师母在台湾的时候 我讲了很多师母的事情 那个师母一回来 我就唱了三条歌给她听 我唱了三条歌给她听 她听火气全消 最重要的一条歌叫做白华银 白华银 那条歌很有感情 结果师母佛气全消 这个唱歌很重要 这位假呢 跟Alice 这个在他的窗子底下 对着他楼上的窗户唱歌给他听 那个乙就问假 那么他有答应你吗 有没有答应你 假就回答 我站在楼下唱歌 这个Alice从楼上 抛一把鲜花给他 哇 这个鱼 那简直太好了 一把鲜花 这表示他已经接受了 但是那个假回答 但是那个花啊 连着花盆 那个一把鲜花丢下来是好事啊 他已经接受了 没想到是连着花盆 这个就严重了 大家要想一想 什么是严满 如果是抛下一把鲜花 像这一把鲜花 鲜花抛下来是严满 但是它是连着花盆的 连着花盆下来 那表示他只有一个人 他还是没有接受 所以所谓的双身佛 双身佛像 它是代表严满 如果只有佛父 只有慈悲 但是没有智慧 它是不严满 要有慈悲 还要有智慧 这样子双身双印 就是代表严满 花给你 那表示接受 有花给你 那表示说将来两个人 可以当男女朋友 连着花盆给你 那你还是一个人 那是不严满 所以我讲这个笑话的意思是讲说 其实什么事情都要严满 任何事情都是要严满 严满 但也有严满的太过分了 这里也有人写来一个笑话 是严满的太过分了 这个精神病院里面的病人 这个甲 甲是精神病患 他掉到府里面去 这个病人也是精神病患 这个乙 他身体很强壮 跳到府里面去 把这个人 把这个甲给他救起来 救起来 后来这个院长就看到了 非常的高兴 他说 你看那个 这个甲的病人掉到府里 乙的病人居然下去 把他救起来 院长就非常欢喜 认为乙的病情已经可以好了 可以出院 便早 他把乙叫来 你的病情已经好了 你可以出院了 你都可以救人 那还有什么病人 反应非常的灵敏 马上去救人 这个 院方还要嘉奖你救人 院长看了半天 救起来的甲 不知道哪里去 就问乙说 那个你救起来的病人 哪里去 那乙非常的高兴 他说 我非常的聪明 我懂得去救人 我看到这个甲 在府里面的衣服 全部都湿了 所以呢 我现在用绳子 给他绑起来 掉在阳台上面 给他晾干 晾干 就用绳子 用绳子 把他脖子 绑住 掉在阳台上 晾干 这个精神病患 还是精神病患 他便没有圆满 如果是严满的话 这个精神病患好的话 他把他救起来 把他的衣服脱掉 放上了这个 干净的 而且没有湿的衣服 或者身上给他用毛毯 给他盖住 或让他不要湿 全身湿透了 让他不要湿 这就是圆满 那么圆满呢 就是等于双生佛 双生佛的象征 就叫做圆满 就叫做有智慧 有慈悲 那么这位乙的病人呢 下去救他是有 是有慈悲 因为他是懂得救人嘛 但是他把他的脖子绑起来 掉在这个阳台上面晾干 这就缺少了智慧 这真正好的人 真正的好人 真正的有智慧的人 真正善良慈悲的人 必须要是圆满 他必须要有慈悲的 必须要有智慧 我们这一本喜金刚啊 他本身就是 大悲 大悲 空字 大教王经 他的经典呢 在佛教的经典呢 是有 就叫大悲 空字 大教王经 大悲是什么 就是方便 空字是什么 就是智慧 所以喜金刚的教本 就是他里面有所谓的 慈悲 跟有所谓的智慧 两个是合一的 真正密教的密义 你不要看到这个双生佛 你就落此而笑 因为他有密义 他的密义就是 慈悲跟智慧合一 不像一般人啊 看到密教的双生佛 就直直点点 其实他的秘密的意思就是说 他有了慈悲 但是也有智慧 也就是射 即是空 空即是射 我这样子解释这个双生佛的意思 先跟大家解释密义 以后再跟大家讲 这个双生佛的双印 今天就讲到这里 欧玛的双生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